這個整個的參訪還有採訪過程當中 看看在這一次這個岸邊 會不會可能有中國武官出現 那他們可能可是以觀察員的身份 然後在這次的Rimpact當中 可能去觀察美國的軍艦 或者是美國的軍機 但是其實我們在現場 是完全沒有這個部分的發現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這次的新聞官 把台灣媒體跟其他國家的媒體 其實都分散的很平均 因此我們在整個參訪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部分都只能看得到 台灣媒體的踪影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們也有觀察到的 因為在跟我們一起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看到日本的海軍幕僚 其實是跟我們一起的 那我也有側面問他們說 那能不能夠接受我們訪問 因為我們也是希望 可以在印太地區有一些著墨 所以我們就問了他們說 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 但是日本這邊的海上幕僚 是回答我們說 假設如果沒有美軍的同意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訪問的 因此你可以從這些地方 可以看到美軍這次的新聞官 其實包含在整個的參訪 另外還有包含在整個回答應答上面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能在這個地方做很直接了當的採訪 當然包含剛剛做過五官的地方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都有限制 這是我們第一點在現場的觀察 軍隊是有在這次的RAIMPAC當中有派出這個船艦 包含韓國的馬路打晃 另外還有這個日本的這個艦艇 在這次也是有派到這個現場來 那所以包含日本媒體還有韓國媒體 他們的採訪過程是他們有一個軍方的幕僚 是包含他們租航的大巴士 那所有的媒體一起上船下船上車下車 整個的採訪過程 基本上也是圍繞他們自己國家的軍艦 那因為台灣的這一次是沒有受邀進入RAIMPAC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整個參訪 其實都是被美軍所帶著走的 那這個美軍帶著走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有幾個畫面要先帶大家來看 這個也是我剛剛在跟靈元訪談的過程當中 忘記帶觀眾朋友來看的 第一個畫面就是在整個採訪過程當中 只要我們問到跟台灣有關係的 我們只要問到跟印太有關係的 通通都會被美軍的新聞官來打斷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為您準備的畫面 我想請問一下 所有機器詞的指揮 任何人的記憶 選擇 請問問一下 他們有請問一下 帶備的技巧 和航空的技巧 謝謝 但在羅斯斯威議 本集會 會有很多人的 好你剛剛看到這兩個畫面呢 其實第一個畫面我們其實就問到了 它有關於這個台灣的議題 那馬上你可以發現很快很快的就被打斷 第二個問題我們是問到說 美軍的這個巡邏艦曾經有穿越過台灣海峽 那當然問完之後我們也是馬上被打斷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有一些 並不是隸屬於這些軍官所能回答的問題 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呢就從這一次政治角度上面來看 我們其實真的有發現 美軍在整個過程當中管控的是相當的嚴格 那剛剛林元其實有問到說 就是這一次台灣沒有加入Rimpact 其他國家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也為您獨家訪問到了一名紐西蘭的記者 我們來聽一下有些人記者的訪問 我認為我們聽到過程當初我們來臨時 我們聽到過程當初我們來臨時 質問過台灣被打斷了 然後美國政府說它是一個政策的 但我認為他們沒有認為 台灣的可能性是將來臨時 所以我認為是很好的國家 我不想說是否有國家應該是否應該是否 作為網絡人士我們必須不斷 我認為RIMPAC的靈魂 能夠包括多個國家 所以我剛才說過 希望在未來可能會有 好 接下來就是你剛剛聽到的 紐西蘭記者所給予我們的答覆 當然台灣這次沒有參加RIMPAC 是非常非常可惜 但是整個環潭平衡軍演 都還在進行當中 會一路到8月的上旬 三菱新聞團隊也會在這邊 持續為大家守候 現在其實我們現場又開始下起雨了 所以這海島群天氣的國家 真的是有的時候殷勤難定 但無論如何我們會持續帶您觀察 時間先還個0元